拟人句和比喻句的区别就在于,比喻句的重点就是打比方,突出的是两个事物的相似点,而拟人句呢,重点在当作,它直接把物当作人来描述,猩猩眨眼睛,并没有什么本体预体和预词这些东西。 那在这里呢,小马老师还要有一个温馨提示,就是注意了,年句中呢不能有人的出现,否则就变成了比喻句,而我这个人画上了引号,还记得小马老师讲,引号我为什么要在这里引上啊,因为并不是真的只有人这个字出现的时候,它就不是比喻句,比如说姑娘,妈妈,孩子,这些是不是都是人? 所以,一旦有这些词的出现,它就都变成了比喻句,就在和拟人句没有关系了,你记住了吗?那我们就来看一看,想一想,这些句子是不是拟人句,为什么? 第一句,柳树的枝条长长的一直垂到水面上,像姑娘们长长的变字。 回想一下小马老师刚才给你的温馨提示,如果有引号里边人的出现,它就变成了比喻句,对吧?那这句话里它有人的出现吗? 当然没有人这个字,但是像,像谁的?像姑娘们,那姑娘们是不是人呢?所以它不是拟人句,就通过这一个人就可以判断,它不是拟人句,而变成了比喻句。 它把柳条比喻成了姑娘们长长的变字。我们再来看第二句,太阳出来了,一朵朵云彩被映得红红的,如同小孩子红瀑布的脸蛋。 哇,看到这一句,可能好多小朋友直接就看到了三个特别显眼的字,是什么?小孩子,对不对?那跟上一句话是不是一样一样的错误? 小孩子是不是人?它当然是人,所以这句话它不是拟人句,而是比喻句。 它把太阳比喻成了孩子红扑扑的脸蛋,哦,它又不是拟人句。 所以一定要注意,当我们写拟人句的时候,一定不要出现什么?一撇一纳人。 我们来看第三句,花儿在风中笑弯了腰。 哎,我们还是先赶紧找一找,这句话中有没有人的出现? 哎,我定睛一看,好像没有人的出现,嗯,这下我放心了。 那再看一看,笑弯了腰,是不是人的动作呢? 啊,那花儿它不是人,它是把花儿赋予了,人的动作笑弯了腰。 所以这句话它就是拟人句,哇,终于有一句是拟人句了,嗯,这就是我们拟人句的三个句子,嗯,你掌握了吗? 接下来我们又要进行我们最初的游戏了。 请你再继续找一找,这一组句子又有什么相同之处? 我们已经找了两组了,哇,我们又列出了一组。 看一看,这一组有什么相同之处呢? 嗯,我们先来读一读。 乡村的夜是柔和的,是静寂的,是梦幻的。 第二句,梅花是最有品格,最有灵魂,最有骨气的花儿。 第三句,为了天空更加湛蓝,为了树木更加充裕,为了河水更加清澈,让我们携起手来保护环境,保护我们美好的家园。 啊,句子都很长,那看一看,这句子有什么共同之处啊? 哦,我发现了,每一句好像都有相同的几段话,而且它都有三个,发现了吗? 第一句,柔和的,静寂的,梦幻的,都是三个字,而且结构,语气都是一样的。 那第二句,最有品格,最有灵魂,最有骨气,你看,它的结构,它的字数,它的语气也都是一样的。 包括我们最后一句,为了天空怎么样,为了树木怎么样,为了河水怎么样,它的结构和语气依然是一样的。 哇,那这就是这三句的共同点,那这个句子又用了什么样的修辞手法呢? 我们刚才已经学习了,想一想,刚才已经学习了,比喻学习了,以人,那这一种又是什么呢? 嗯,我们来看一下,它的名字就叫做排比句,什么叫做排比句,跟小马老师一起来念一念,就是,把结构相同或相似,语气一致,意思密切相关的三个或,三个以上的词组,短语或者句子排列在一起,建议增强语气,说明道理,加深感情。 哦,这里三个或,三个以上,问题来了,如果我只写了两个,它是排比句吗? 哦,当然不是,注意啊,它最少也要有三个结构相同相似,语气一致的句子,才能够构成我们的排比句。 好了,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看,想一想,下面这些句子是不是排比句,为什么呢? 嗯,第一句,有翠绿,有淡青,有金黄,也有火一般的红色,这个是不是? 首先我们数一数,够不够三个啊,一,二,三,够三个。 结构一不,是不是一样呢? 哦,有什么,有什么,有什么,也一样,语气也一致,所以这句话它是排比句。 嗯,我们来看第二句,你说,这比山还高,比海还深的情依,我怎么能忘记呢? 哦,首先我们第一项任务要干什么? 数数,一个,两个,问号,没了,它只有两句。 那刚才小马老师说,如果有两句的话,即使它的结构和语气是一致的, 但它,对不起,它依然不是排比句,啊,一定要记住是三个。 第三个句子,一座房,两座房,轻轻的瓦,白白的墙,宽宽的门,大大的窗,哇,读上去真像一个绕口令,真是朗朗上口。 那这个是不是排比句呢?我们来数一,二,三,四,五,六,哇,六个段。 那足够已经达到三个以上了,但是它的字数好像有一点不一样,前面那是三个字,后边的有四个字。 但是我们说,只要它的结构相同或者相似,语气是一致的,然后达到三个以上或者三个,它就依然是排比句。 那这个的答案是什么?对,那这句话它就是一个排比句,即使它的字数是不一样的。 哇,那我们已经把这三个修辞方法都学会了,而且也练习了相应的习题。 那接下来,小门老师要小考一下,不要紧张,都是特别简单的题目。 首先,第一个要做一下下面的这些句子运用了哪种修辞方法。 你要开动你的脑筋了,我们已经学习了,三种了,一种是比喻,一种是拟人,一种是排比。 我们来看第一句。远看长城,像一条蛟龙,在重山峻岭之间,蜿蜒盘旋。 嗯,很好的句子。那它是什么句呢? 首先,我们来看一看,它有一个像字,哎,是不是有点像比喻词。 那既然有一点比喻的倾向,我们再来看一看,它有没有本体和预体。 如果有了本体和预体,那它就是一个比喻句。 那我们来看一看,本体有吗?远看长城。 长城就是它想要去比喻的东西,是被比喻的东西,所以长城是本体。 那预体呢? 长城像蛟龙。 没错,蛟龙就是预体,所以本体预词,预体都有了,这句话就是比喻句。 没错,你做对了吗?好,我们再来看下一个。 它红着眼睛,像一只发怒的豹子,样子十分可怕。 哦,我又看到了一个词是像,哦,这句不会还是比喻句吧? 那我们来找一找它有没有本体和预体呢? 首先,它红着眼睛,它是不是本体呢? 哦,像一只发怒的豹子,把它红着眼睛的样子,形容成了发怒的豹子。 是不是有本体,有预体,还有预词? 所以这句话,哦,它还是比喻句。 嗯,第三句,风雨过后,小嫂慢慢地挺直了腰, 尽管脸上还带着精品的泪珠。 这句话,好像已经没有比喻词了,是吧? 那,它是什么呢? 我看到了一个,嗯,你注意到小马老师刚才读的时候, 挺直了腰,我也在挺腰吗? 那说明,挺直了腰是人的动作。 而这时候,这一句话里,它有没有出现人? 嗯,在这儿,嗯,它直接就说了,小草挺直了腰, 并没有说小草像谁一样,像人一样。 所以,我们说,这句话,它直接赋予了小草人的动作, 而且又没有人的出现,所以这句话是? 你人句,没错,嗯。 下一题,教育要面向现代化,面向世界,面向未来。 哇,这句话是什么呀?还是很明显的,你看,面向现代,面向世界,面向未来。 这是三个结构相同,语气相同的句子,所以这句特别容易判断, 它就是台笔句,哦,你是不是也上来就做对了呢? 嗯,我们再来看,第五个,姑娘一闪身向外跑, 屋子里连扫把也在欢笑,这句话是用了什么样的修辞方法呢? 嗯,屋子里扫把也在欢笑,欢笑是不是只有人才有的动作, 那扫把是人吗?它不是人,我们把扫把赋予了人的行为, 可是有小朋友说了,姑娘,姑娘,这里不有姑娘吗? 姑娘也是人呀,可是姑娘在哪一半距离呀? 哦,在逗号以前呢,跟我们后半句这一句有关系吗? 它并没有说屋子里的扫把像姑娘一样微笑,是吧? 姑娘是在前面,所以跟我们后边是没有关系的, 那这句话,它就依然是拟人句,哇,你都做对了吗? 嗯,好了,那我们今天学习了三种修辞方法, 然后也做了相应的习题,再回顾一下,嗯,这三种修辞方法都是什么呢? 是比喻句,拟人句和排比句,再和小马老师一起念一念, 什么是比喻句呢? 首先,一定要有本体和预体,然后呢,本体和预体要有相似点, 而且不能是同类事物,预词是可有可无的,嗯,第二个, 逆人句,逆人句就是把物当作人来写赋予物的人的思想和行为, 用描写人的词直接来描写物,千万不能有人的出现, 否则就变成了比喻句,对,最后一个,第三个排比句, 就是把结构相同或相似,语气一致,意思密切相关的三个或者三个以上的词组, 短语或句子排列在一起,加以增强语气,说明道理,加深感情, 对,一定要记住三个或者三个以上,这是非常重要的, 这才是排比句,嗯,那今天我们就讲了这三种修辞手法, 那当你以后再说话的时候呢,就可以多多地运用这些修辞手法, 嗯,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呢,就讲到了这里, 回家以后你可以好好地复习一下我们的知识, 好了,小朋友们,我们下次见,再见!